欢迎来到美厅 余生,请找一个和你频率相同的人 前些天,有读者在后台留言 为什么曾经那么好的朋友现在却如此的疏远 我回复他,是因为彼此的频率和步调不在一致了 贝多芬曾说,有益的基础在于两个人的心肠和灵魂有着最大的相似 人与人的感情始于共鸣,终于分歧 很多关系的疏远,就是因为频率不同 当彼此步调不在一致,频率不在相同,分开也就成了必然 以前总以为,朋友之间一旦相识,就是一生 后来才发现,人生哪能如初见 生命总是相遇容易,相处难,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没有冲突,也没有争吵,只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 你突然发现,你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了 或许是一个人喜欢社交,一个人喜欢独处,又或者是一个人喜欢游戏,一个人喜欢旅行 总之,你们之间没有了共同的话题,再也找不到以往的默契,只剩下令人尴尬的寒暄 想起曾经有人说过,朋友之间的慢慢走散,一般会经历三个关卡 第一阶段,在大学纳关 高考以后,大家奔赴不同的城市,选择不同的专业,彼此能聊的话题开始渐渐变少 第二阶段,在工作纳关 有人选择了稳定和安逸,有人选择了梦想与远方,不同的圈子,不同的目标 让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第三阶段,在婚姻纳关 你有你的家庭,我有我的生活,我们都成了彼此生活中不重要的那个人 仔细想想,是我们不够珍惜和在意对方吗? 不是 很多时候,两个人的分开,不过是因为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正如作家苏梅细细所说 曾经两小无猜的好朋友,真情还在,中间却已经隔了一条河 这条河太宽,里面隔了岁月,盛满了人生酸甜苦辣,再也无法逾越 飞鸟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 频率不同,注定不是一路人 就算硬凑在一切,也不过是对往日情分的一种消耗 保持距离,相互祝福,才是对逝去的友情最大的尊重 二,最舒服的关系是同频共振 同时曾告诉我,他每次读完书,有了新的思考和感悟,就会迫不及待地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因为朋友能从字里行间,读懂他的所思所想,给予他支持和鼓励 而且,朋友的一些见解,同样也能给他带来不同的视角和启发 他说自己特别享受这种被人理解,与人共鸣的感觉 周国平有句话说得好 与人相处,如果你感到格外的轻松,在轻松中又感到真实的教义 我敢断定你一定遇到了你的同类,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业 跟懂你的人在一起,不必大费唇舌解释太多 因为彼此志同道合,自然能够做到心意相通 金庸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和蔡兰之间的友谊 两人每次相聚在一起,都会度过一段极为快活的时光 要么是一起去世界各地旅游,体验不同的旅社,风景和美食 要么是同读一本好书,谈古论金,相互交流彼此的意见和看法 以前他身体健康的时候,两人经常一起饮酒畅谈 后来他得了心脏病,不能喝酒了 每逢宴会的时候,仍然喜欢坐在蔡兰身边 他们之间总是有聊不完的话题 两人还常常在宴会上悄悄说些不中听的话,并引以为乐 看书,品酒,旅游,这些共同的兴趣爱好 造就了这段为世人津津乐道的绝佳友谊 《易经》上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同样的声音才能产生共鸣,同样的气味才会相互融合 同频的人才能久处不厌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和懂得 你懂我的一举一动,我懂你的一言一行 如此便是知己 人生路上,朋友一得知己难求 遇上了,记得好好珍惜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实验 在一个房间放满了不同大小的音叉 如果震动其中一个音叉,另外一个和他震动频率相同的音叉也会被引动 后来这一现象被延伸为一个理论 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也带有一定的频率 并且会吸引周围那些和他频率最相近的人 李白与贺之章便是因为志趣相投 性情相合而相遇相识 那时的李白刚来长安,两人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交集 但贺之章读过李白的诗词,对他的财情无限推崇 李白一听过贺之章的名声被对方的人品所折服 于是没过多久,两人就忍不住相约到酒楼论师饮酒 两人一见面,贺之章便开口问道 酒闻大名,近来有没有新作可以一睹为快 李白立马换来小二,被其文房四宝 随即写下了那篇传颂至今的《蜀道南》 贺之章一边读一边唱,一边感叹,一边欣赏 四十岁的李白与八十岁的贺之章 越谈越投机,越和越尽兴 两人都爱好诗文,豪爽善饮 相同的爱好和性情让他们相互吸引 对彼此产生好奇和兴趣 即使年龄相差四十岁,依然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吸引力法则中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能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会遇见什么人,其实早就命中注定了 频率不同的人,即使朝夕相处也终究会分离 而频率相同的人,即使相隔千里也终会相聚在一起 很赞同这样一句话 人生太长,如果不能和一个频率相同的人生活该有多累 人生太短,如果不能和一个频率相同的人生活该有多遗憾 和频率相同的人在一起,相处舒服,让人如暮春风 和频率不同的人在一起,空气中都充满尴尬,多待一秒都是折磨 往后余生,愿你遇到那个和你频率一致的人 他理解你的欲言又止,听懂你的言不由衷,明白你的悲欢苦乐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